當市面上有法拍屋的時候 也就是可能找得到CP值 特別高的平價屋的時候 現在金聯平價屋又推出來了 52戶可以用抽籤的方式 抽中了也許有機會 變成有殼蝸牛之外 甚至於可能會賺一筆 這個平價屋真的有這麼好嗎 事實上我們人的一生之中 投資最大一筆大概就是你的房子 所以每個人都希望說 盡可能的壓低自己的 買入的這個價格 當然這個市面上要找到說 比市價低的 當然法拍屋是一個途徑 另外一個還有一個金聯屋 什麼叫金聯屋 對 金聯屋是什麼意思 我們可以看到金聯屋今年釋出 台灣金聯公司釋出52戶的平價宅 其中有50戶是住宅 兩戶是商辦 台灣金聯是什麼 它其實是一個販工股的一個單位 它主要處理什麼 因為我們知道說銀行 有時候跟客戶往來的時候 譬如說客戶他訂了豪宅 或訂了什麼房子 結果後來他沒辦法再繳了之後 這個就變成是銀行的一個呆帳 銀行的這個呆帳的時候 銀行 因為銀行沒辦法 本身去處理這個房子 因為銀行本身 他處理那種貸款業務 你要他去處理這個房子很困難 通常銀行不是把這 就送到法院去法拍了嗎 法拍是個圖定 法拍要經過一段很長的途徑之後 才能變成是法拍屋 有一種方式就變成是金聯屋 也就是說有台灣金聯公司 我把它這個台灣金聯公司 用比較稍微低於市場的價格 買進去之後 他再重新的裝扮一下 或是整修一下 然後再市場去賣 這個也是比市場價格更低 但是他可以拿回來的價格 搞不好比這個銀行 自己去處理的價格還要更好 所以這個當然就是變成是 銀行跟台灣金聯公司 有這樣子一個產業的鏈的關係 我們看這一次釋出的 為什麼我們跟他說 大家覺得很期待 而且它是平價宅 我們先給大家看均價 均價的話 如果你看台北市 它的總價 平均的總價 這次釋出的是1650萬 我們看的是均價 均價39萬 40萬不到入住天龍國 很便宜 我們看現在台北市的房價 平均大概約莫是5字頭到6字頭 另外新北市的話 它的平均單價大概是30萬 其實也算是便宜 你看桃園是13萬 台南市是9萬 均價 對 台中市是13萬 高雄市是11萬 所以很多人看到這個價格 當然說價格很低 如果你仔細去找 因為這裡面有非常 有52個住宅 如果你仔細去找 評估一下 裡面搞不好非常多 值得大家留意 我們就給大家舉四個例子 第一個例子 這個在台北市的 在台北市的時候 天母就出現一個在電梯大樓 你可以看到 方置市其實還算是OK 整個外觀都還OK 它的這個總價是1768萬 均數是45.78均 如果你除下來的話 一均單價是38.6萬 不到39萬 很便宜 你可以看到 我要去競標嗎 對 你可以去投標 買這個東西 你看這個其實是 你如果整體來看的話 這個公寓也沒有算說 非常老舊到 破舊不堪的這個狀況 好 我們再來講新北市 新北市這個 這個在新店的電梯大樓 它的位置是靠近壁坦 我們知道 最近壁坦有非常多的建案 都主打了警官病 一開始開價都已經很高 六七十萬以上 對 你看到這個 總價是1758萬 它的均數是42.86均 大概約莫是41萬 所以你可以看到 如果你仔細看它的房子的外觀來說 算是還算是中古屋 中心屋的那種 對 還算是還不錯的房子 如果它有警官病的話 那當然更不一樣 好 我們再看 要便宜的 這個我們買不起 好 要便宜有沒有很便宜 有很便宜的 這在雲嶺的林內 它有一個套體處 這個總價是146萬 那均數是47.52均 單價一均是3萬塊 很多人就說 這個那麼便宜 你就去買來這個 事實上 如果你真的願意放很長期的話 搞不好 它有這個投資價值 一均3萬 連建築成本都不值了 對 所以好 然後我們再看一個高雄左營 有一個電梯大樓 你可以看到 它的總價是756萬 它的平均的一個單價是14.1萬 其實在以左營來說 左營算是高雄市房價相對比較有稱的 因為已經到了左營高鐵站附近了 沒錯 所以你看到它的這個外觀 看起來還是一個滿有規模 而且經營得不錯的一個這個社區 所以用這個價格來說 其實是滿便宜的 所以我才說 如果你真的有辦法 法牌屋可能要需要更高的門檻 你可能還要譬如說 處理後續的問題 那個很困難 那你不妨找找這種金蓮屋 裡面搞不好有你自己想要的 這個自己的家 所以大全 問一下金蓮屋跟法牌屋 到底有什麼樣子的不同 那金蓮屋值得投資嗎 這實在是很厲害 我們講房地產也分為幾種等級 比如看到房子這叫蘋果 蘋果房 拔蠟 對不對 金蓮屋什麼概念 蘋果和拔蠟中間叫番茄 番茄什麼意思 就營養很高 對不對 比如說番茄紅了 維他命C 番茄紅了 醫生的臉就綠了 對不對 很營養CP值很高 當然沒有蘋果那麼貴 對不對 OK 好 那這個房子它特色壓力 它為什麼可以便宜 你知道嗎 觀眾朋友 你跟銀行貸款是不是七成 對 如果說今天你要給法牌 銀行只要拿回總價的七成 就無數而已 對不對 所以它相對就比較便宜一點 那就算加上利息幾%算起來 大概也是比市價大概有個七五折到八折 譬如說 所以這個就是優點了 這是優點 那再加上這些貨呢 過去是由不良資產 那現在不良資產越來越少 因為法牌也沒有特別增加 所以這個金蓮公司 就從各銀行裡頭去挑 這個籃子裡頭有兩個不錯 這兩個不錯 然後就一年搞一次 是這樣子挑過來的 所以有個重點 它產權全部重新整理過 所以我不需要擔心什麼點交的問題 那都沒有問題 因為你法拍有些點交不點交 不能進去看屋對不對 那金蓮處理這個案子 他是從銀行這邊 然後他重新產權全部整理過 所以他產權沒有任何問題 所以他不會有人這樣子弄一個租約 然後一租十年 沒有 不會 對 所以這個是很OK的 所以我說番茄屋 這很漂亮 這房子很漂亮 我特別要在 剛才聰哥在講的裡頭 我特別要講 天母39萬一樓 天龍國中的天龍國中的天龍國 是一樓 一樓 你開什麼玩笑 你買下來十年之後等都更 你一樓就可以當釘子戶你知道嗎 沒有 沒有 大權每次都教人家這些 真是重要的事情 這真的很不錯 CP值非常非常高 而且一樓感覺不錯 那我要怎麼去買 一千塊 一千塊叫做申請登記費 三萬塊保證金 然後就等抽籤 所以我不需要再跟人家標說 39萬 40萬 50 就等抽籤 拼到最後拼祖宗的八字 所以最後就 所以買到就一定是這個價錢 不會再高了 那只是說抽不抽得到 那搞不好現在是一千個人 去抽那一間 那繳一千塊錢的報名費 登記費 然後三萬塊錢保證金 那我如果沒有抽到呢 沒有抽到退回 三萬塊錢退回 那一千塊呢 就登記 所以就不行 那一千塊錢的財務狀況 那是銀行個別沽 那我剛剛講的 第一個很厲害在天母 天龍國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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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子未來丁子戶 然後另外一個部分 雲林那一間 我剛剛特別講 你說這個造價五萬 其實事實上它是算土地 因為其實事實上兩成透天 它土地一坪六萬塊 天龍國的人 你會覺得土地一坪六萬 什麼概念 台北市動不動土地 是六百萬一坪 對啊 但那個點不錯 那個點離高速公路很近 國山離國山很近 所以那個點你不要覺得說 好像他雲林鄉下 沒有 他台三線旁邊 那點有投資機會 好 特別要講高雄 高雄那個漢城旁邊 就很神勇了對不對 那我們要特別講一下 你知道上半年 今年房地產 大概開盤10個月 為什麼 因為11月要選舉 所以11月12月選舉 11月12月 房地產大概就不完了 所以1到5月 大概等於上半年的整個狀況 各位看一下這個數字 1到5月 6都的不動產成交統計 高雄年增 百分之21.7 有沒有很厲害 兩成 有沒有很厲害 有 這好厲害 因為你看其他 像台北市還是富的 可是新北市 其他都是正的 只是正多正少 但是百分之5到百分之6之間而已 對 高雄就是21% 所以這什麼概念 這很神勇 就是說當然寒流的影響是很大 那我們現在接下來 我知道說五六月 其實事實上反應也不錯 所以這個數字其實告訴大家就是說 高雄的房地產真的是 最近那個力氣 力道真的有起來 好 高超 可是就算說現在看到有CP值高的房子 但是也要挑時機 因為時機不對的話 那產培的也是很多的 對 我們看那個 舉個例子 在2014年是算最高檔 下來的時候就已經是滑下來 所以大概在2014年買的 目前去年或是大概都是賠售 我們幾個 像北投一個奇岩重劃區 它實際上佔地不大 大概16公頃大概5座公園 那不錯 它飆到高的時候 北投那時候飆到高一坪 這個單瓶等於說那個已經八字頭 但是是2014年 八十萬 最高標到八十萬 好 那鳳馨 那如果去年賣的話 你猜一猜 我們再看名語 八十萬 八字頭去年賣出去賣多少錢 六字頭不到 真的喔 六字頭不到 可是我會 算了 我不要講 因為我會覺得北投奇岩 感覺有點遠 不是 它的生活環境是很好的 那我們看有幾個四個例子 你看看那個看板上有四戶 你看從2014到現在為止 五戶裡面賠了四戶 幾乎都是賠售 那我們看你看第一個是 這個賠了602萬 602萬 還有一個賠627萬 還有一個往下走賠490萬 490萬 再往左邊賠920萬 這個好慘 那你平均這個房子 基本上是400到600的空間都是賠 你看三年之間賠這麼多 那這個重畫區 基本上到底是什麼 當時就太碰碰 碰到八字頭 那台北市還有很多 我們舉個例子 最近像那個永吉路巷子裡面 不錯 接近 一下就都信義計畫區 信義計畫區附近 可是它也不是松字背 它不是松永路 不是松人路 最近有一間豪宅 大概也是賣出去 你知道嗎 這個賠多少 1900萬 然後有人講說 你剛才永吉路買 就賠1900萬 那這1900萬 可以到新北市買兩戶 對啊 這樣換算起來 我們會發覺說 有時候在高檔的時候 你買大坪數字票房毒藥 對 真的 我們剛剛舉這兩個例子 還要舉個例子就是說 最重要是說 你要買賣的 買房子的時候 最重要看自己的能力 台中有一位張先生 他就是一個月薪四萬五不錯 這一兩年存了好久 存了八十八萬 他就到台中一個房子去看 預售屋蓋到一半 我們叫做結構體 看看 建商剛剛講說 你自備款多少 我只有八十八萬 張先生說我不錯 存了八十八萬 我們自備款一百五十六萬 自備款一百五十六萬 所以他剛好就差七十萬 差六十八萬 好 七十萬六十八萬 那怎麼辦 那建商一定收 如果是我賣房子 像大學一樣 賣房子 這樓已經收了 有八十八萬 你還沒收起來 快收起來 八十八萬 那我那個剩下七十萬怎麼辦 剩下七十萬 我們切一半 一半我公司給你代公司代 一半我幫你辦信代 股掌 七十萬就解決了 好 那這位張先生就叫 從定金簽約開工的一些 繳到工程款的時候 交屋前半年忽然發覺說 我的信代過不了 為什麼 這個部分是 建商跟你講 就是我幫你弄信代 那是信代的問題 問題這個就在建商 然後公司代也有 有問題 好 那你是不是 鳳京你是不是七十萬 你不是跟人家借嗎 對不對 可是你同時要繳工程款 繳不起怎麼辦 月薪才四萬五 繳不起 一下子要我付這七十萬 然後這邊還有繳工程款 我怎麼付得起 第一個就斷頭 斷頭不是斷 斷頭要繳違約金 違約金是你繳的 已經繳了總價的15% 建商答應我的 那個公司貸款沒有 他不繳違約金 他先跟你借來 借來再說 然後另外一個 你如果要斷頭很好 我公司接受你的斷頭 斷頭沒關係 反正要付一筆違約金給我 然後這位張先生 當然是很聰明 覺得說 我還沒給我斷頭怎麼辦 我趕快找仲介轉單 賣掉 賣掉 可是賣不掉 怎麼辦 好 最後他不是繳了 88萬 不過68萬 68萬全沒有 88萬繳過去的時候 自賣款 建商就跟他畫 你要搞多少 因為你按照違約金 是117萬 我存了這麼多年的88萬 要全賠官 最後跟他談判 88萬之後他只拿回44萬 換句話說 我掏心掏肺掏狗袋 掏了80萬出去 最後結論是什麼 被養套殺之後 我就是什麼 跟建商講違約44萬 所以他把違約金交過去 房子也沒有 所以買房子錢 要不謹慎的話 你看看 賠44萬 對這個年輕人來講 開什麼玩笑 那是他存多久的財產 我要特別補充一句 觀眾朋友都覺得 那個什麼信貸很好借 有一個重點 薪資的22倍就是上限 薪資22倍 你如果還有車貸 學貸 什麼信用卡 什麼都算 都算 所以你薪資3萬塊 22倍就是66萬 你不要想太多 銀行的聯貞中心 只要一個案件下去 你現在到底欠多少錢 全部一目了然 所以你以為你信貸是無上 不是 你以為你是郭台銘 來 憲哥 過我們講幾個 可能比較保證 要賣都賣得掉的 比較CP值高的捷運宅 對 其實年輕人在台北市買房子 九個字叫買不起 買不起 但是捷運宅 可能是你目前來講 唯一買得起的一個房子 當然我們看到很多的 新的建案裡面說 離捷運3分鐘 離捷運5分鐘 大家給他拍拍手 我跟你講捷運宅就是 你連颱風天都不用拿雨傘 你到捷運就到家 那叫做捷運宅 目前來講 我們舉了有10個捷運宅 來跟各位做一個分享 第一個就美和市 美和市 我想這個已經是 他命運多揣 大家已經聽到 他很多的負面的訊息 所以他的價格 在兩次流標之後 最近我們來看 他已經到48.9 那48天就已經第一50萬了 所以美和市 其實那邊交通也是滿方便 而且view也很好 所以其實如果喜歡 新店的一些文教人士來講 美和市倒是可以注意一下 另外我們來看這個新巨蛋 新巨蛋未來是雙捷運 目前是單捷運新普站 因為未來的三龍三線裡面 這是雙捷運 目前是67萬2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未來 比較有想像空間的 而且新巨蛋 它目前的一個高度是56層 是新北市最高的 最高樓層 56層樓高 對 它是一個地標 所以其實那以那個方便性 不管你是自己住也好 還是說你要出租也好 應該都沒有問題 那南方之星在這個 我們都知道在南四角 這47.8萬 不過我覺得那邊有點亂 有點亂就是說 其實很方便 生活經驗很方便 不是停車什麼 這個摩托車什麼 這個有點亂 環境有點亂 旁邊有雅旗 雅旗有一點亂 雅旗有一點亂 看你愛不愛雅旗 對 但是它那邊的房子 以後可能要漲價的空間 我覺得是滿有限的 另外我們來看爐洲 連爐洲都賣到43.3 為什麼 他說我也是水暗宅 我也是可以看到到哪 但是如果台虹天的話 你就知道窗戶一定要關 這樣的話 逛逛逛逛 壁壇有約58.6萬 壁壇現在新推出了一個 這個也是新店壁壇 現在已經推到六十幾萬了 所以還是有它一點點的CP值 台北市唯一的咏村站 多少 115.5萬 這果然就是蛋黃區了 這年輕人有點辛苦 不過如果是有爸爸媽媽 有孕婦 孕婦幫忙的話 也可以注意一下 另外有四個裡面 我稍微介紹一下 比如像我家附近的新東京宅 我跟各位報告 我想要怎樣去租 租不到 租不到 滿滿滿 不是買不到 是租不到 租不到 租都租不到 你要買很難買 因為它的價格是 它現在的價格是81.9萬 就是我們那邊的合理價格 但是那個交通太方便了 那我們講到這邊就講說 你說那些買不到 買不到怎麼辦 現在台北線 就新北市 桃園各地都要蓋捷運 那現在這樣的一個捷運的模式 你就可以拿到那邊去做複製 那買捷運宅 第一個當然就是捷運宅 第二個如果雙購的是最好 雙購因為人潮多 人潮帶來前潮 所謂雙購就是說 會有兩條捷運線通過 交會 雖然那些人都沒有爬上來 但是人真的很多 比如說新生站 那個房子你就不怕租不掉 第二個捷運一定有一個黑暗期 包括像台中 高雄都是黑暗期 黑暗期的時候 你就先去蹲點 在捷運宅旁邊真的三分鐘內 去找個房子 以後也是一個好的方法 就通車之後會去 這邊就問一下高超了 買貢購宅 因為這種都是捷運貢購 當然好處就是下雨天 連撐傘都不用 對不對 就直接到了捷運站 但他一定有他的一些妹妹 要注意一下 我過去跟一個建商在聊 一個建商老闆 因為他後來專門做承擔 這個所謂的捷運貢購宅 你這樣一講 我們都知道是哪一家 好多家 我就問他說 老闆... 這個捷運宅有沒有震動的問題 你知道如果是 你講的是單點 如果是雙線 很多人問這個 這怎麼會震動 老闆跟我說 下面捷運在... 我們上面就跟著... 會不會 他跟我說我很外行 為什麼 因為他說 我們那個 因為捷運要挖 有時候三層四層五層 六層 那他的整個的結構體 跟他的結構計势的算法 基本上都是要 多一點五倍的所謂的耐震力 後來跟我講 不會吵 後來我就看看去住 進去住人真的是不會吵 感覺上 但是那裡面有問題 第一個大部分有些 你基本上 捷運宅你隨便可以用瓦斯嗎 不行 那危險 公共危險罪 所以大部分捷運宅上面 都是小套房 或者瓶數比較小的 所以不能用天然瓦斯 不能用天然 就是你裡面知道 大部分都是用電爐 那用電的話 你要洗澡 洗衣 然後這個吹風 然後冷氣 請問各個方面 煮菜什麼東西 你的電費是不是要支出多一筆 是 第二個 而且我那麼會做菜的人 沒有瓦斯怎麼行呢 還有一個 他們 你又幫他大火快炒 所以他那邊沒有瓦斯 基本上廚房 就會覺得比較簡陋一點 一般都是跟 因為小坪數 所以你會看到大部分 去租上面的人大部分 另外一個那個比較複雜 因為他的坪數 大部分貴要比較小 通常比較小 所以出路非常的複雜 那最重要的是說 還有一個一點 你要記得他有點風水的問題 捷運仔 一般人家覺得說 大部分都是比較靠近那個 反正他一個土地 都會一個很特殊 都有點入衝 或是說你在捷運旁邊 什麼反攻 一堆風水部分 會有點問題 這幾個去挑 但是我後來講說 其實捷運仔過去 有一種 就是說他們是 土地是捷運局的 或者是政府的 那建商來蓋 那我們就是分 合建分售 那出去的時候 大部分 留下來捷運的 都會做標售 就是說捷運局 因為他們也分了 對 我分合一半 他來標售 他標售大部分 一般市價的八成 所以引起搶購 但是建商自己賣的 會基本上單價 就比較高 那捷運局自己會有標售 我們過去 所以也許我們等捷運局 標售也是一個方法 但目前最近比較少 大概兩三年前 包括我家住的那一關 永安市場旁邊那個永安站 只貫得 他也是那個時候是標售 那老闆過來講 趕快來 趕快來 他不小心又把那個老闆 講出來了 那個時候大概37到38萬 現在差不多56到57了 OK 好 不過剛剛講的這些 是平價宅 那如果有豪宅 開箱給你看 你要不要看 最近網路最發燒的影片 郭董的豪宅開箱 當然啦 國安大會 謝謝 謝謝 第三條